國民黨的初選 當然現在韓國瑜到美國去訪問 原本說出訪前 可能要有一個初步的決定 現在看起來是要等到 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現在有個最新的變數 就是吳敦義主席 到底自己參不參選 他宣布了 剛剛中曹會他宣布 他說他不會出來選總統 他正式 正式選 吳敦義確定不選了 所以朱立倫 王金平 可以安心的跟他朱王 吳可以開始 他都可以安心的睡到寶 對 他都可以安心的 先在韓國瑜回來之前 把這件事情討論一下 就是說王金平跟朱立倫 可以跟吳敦義好好見面討論一下 如果要徵召韓國瑜的話 大家對於程序還有這個事情 有沒有什麼的意見 因為原本今天中場會當中 據說還有一個提案 就是說乾脆不要辦初選 直接就徵召就好了 就是在這個中場會提案 不要辦總統初選了 就到全代會去直接徵召 就是在這個7月份的全代會 直接就徵召了 就是主席提名一個人 全代會徵召就結束了 不要前面還有這麼多的初選 什麼時候公告 以免又發生像民進黨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初選出到一半 還要改遊戲規則 也滿麻煩的 直接徵召好像是一切比較方便 是不是政黨上面 都會有這樣子的考慮 我想所有的政黨 他們會做這樣一個運作跟操作 其實無非就是想選出 他們覺得只有勝算的人 國民黨雖然我們在過去當中 很多人都認為初選的制度 如果沒有好好的趕快底定的話 其實會繞成黨內的競爭者 會非常的一個紛擾 可是你會發現所有的立法委員 勤走基層完之後 其實大家偷聽到的聲音 提到得到的共識 其實都是相當一致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一致的聲音 所以大家反過回來來看看 如果我們認為韓國瑜 是大家最大的一個公約數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如何讓他這些 前面的一些阻障 能夠讓他一一來做消除 這是跟過去一個月 兩個月之前 跟之後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現在很明顯的發現 朱立倫他也情走之城 他也是一個聰明的人 而且他也很清楚 他未來角色的一個定位 而且他還年輕 所以他就完全就喊出來了 如果黨真的 直接徵召韓國瑜的話 他全力支持 我覺得朱市長這一點 他已經講得非常明白 而且非常的大氣 就不用再去討論他 他會絕對支持韓國瑜 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對 就是我們的王院長 他現在目前所的角色 我還是必須強調 韓國瑜今天 即使是黨內最大的一個共識 但是他要勝選 必須得到黨內所有人 一致團結合作的 過去王院長 在三商的造勢當中 還有包括在整個 農漁會系統裡面 這麼挺他 如果王院長這一塊 你沒有讓他覺得是一個很 說服他一個很合理性的話 我覺得這一塊 他後面的一個人馬 這個時候還被一如過去 挺他到高雄市長 我覺得這也是整個黨中央 包括韓國瑜個人 他所必須要去做考量的點 所以我覺得以主席的一個高度 還有包括可能 韓國瑜自己個人 對於王院長這一塊的 不是只有情緒 還有他過去 王院長這麼 從來沒有一次到80歲的時候 這麼一義的執行的 一定要完成他最大的一個夢想 包括他的神也告訴他 一定有機會來成功的 這樣一個層面 我覺得這反而是 韓市長跟主席 目前急需要去解決的 至於黨內那些說實在的 什麼公開會面 不公開會面 或者什麼時候提名他 我覺得那都是細節 現在細節就是 完全搞定韓國瑜本身 他自己個人強烈的意願 可是很顯然 大家都已經不管他的意願是如何了 就會直接告訴你 我也不管你意願什麼 反正基層要這樣子 唯有你才有辦法 來打贏這場選戰 所以韓國瑜 反而在去美國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要好好來思考 他的兩岸政策的智囊團是什麼 他經濟政策智囊團是什麼 然後他如何兼顧 在選總統的過程當中 跟高雄市政這個層面 因為一定沒有人會告訴他說 你應該辭高雄市長 應該還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必須要雙管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準備 很顯然 韓國人意願 已經不是大家所關切的 比較關切的反而是 如何能夠整合所有的資源 讓這一場選戰能夠打到 大家覺得國民黨 真的有機會來重返執政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具體的 至於6月5月4月那只是個時間點 韓國瑜本身他真的要做好準備 主席他是否已經確定 他已經不選了 所以過去大家都不認為 他可能還有萬分之一計畫 他今天明白公開的表態 我想主席用他的高度 讓大家知道 他目前為止在這一局當中 在這段他是沒有無心的 無私無心的 就是全力要幫他打好選戰 王院長那一塊 還有整個資源的整合 就請主席也一併的 好好來做一個考量 我想這個明確性 應該比民進黨來說 應該是更加的快速了 應該也算是更明朗化了 貴穎 所以徵召韓國瑜 已經沒有障礙了嗎 我覺得不存在實際上的障礙 雖然王院長 其實我今天早上 還在一個廟裡面 跟院長碰過面 我沒有談這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 以王院長他在佛學上的 修養跟智慧 我不覺得如果黨徵召韓國瑜 他會要參選到底 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他現在到目前為止 他都講說我尊重黨的制度 黨的制度是什麼樣 如果黨決定的是徵召 我也不認為王院長 以他一個終身的國民黨員 我不覺得他會脫黨參選到底 所以我認為原則上 現在的障礙是 沒有像大家想得那麼大 也沒有那麼的困難 現在重點還是像柯委員講的 就是韓國瑜自己 有沒有下好的決心 這個決心不是那麼容易下的 我必須要講 今天他還是高雄市長的身分 到時候是待職參選 還是辭職參選 辭職參選 後面高雄市要怎麼樣做安排 然後如果是他來參選的話 我覺得其實 今天大家都把焦點 放在韓國瑜的身上 可是我覺得我要講的是 今天打的是一個團隊戰爭 也就是說 就像剛才我們俊毅講的 民進黨是一群人打 不管現在民進黨初選 是如何的紛紛擾擾 最終會定於一尊 只要定於一尊 照民進黨以前的慣例 就是團結一致對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 支持民進黨的外圍 然後議員 全部已經開始 對韓總動員總作戰 因為他們設定的對象 就叫做韓國瑜 好 這個時候 國民黨有沒有準備好 總動員總作戰 也就是說未來 雖然這個我們主席已經不選了 但是不分區的立委 跟立委的提名 有沒有像 都是像柯智恩委員 王玉銘委員 這樣子有戰力的委員 能夠在立法院裡面衝鋒線 這已經是一個 整個作戰的配套的問題了 還有你的政策怎麼制定 我已經講很多遍 雖然我們現在 還卡在一些時間上的關鍵點 就是說韓國瑜還沒有鬆口說 他到底要不要徵召 但是你基本的政策 你總是應該要定好了 比如說到底未來國民黨執政 要不要用核電 這個大家應該有 口徑一致的說法 已經白皮書 什麼通通都開始研究 而不是光光執著在人的問題而已 柯委員花了很多時間 在講資源的整合 然後唐議員花了很多時間 在講高雄市長 這個我到底要怎麼樣 我認為你們都好心 講得也頭頭是道 我也聽得進去 但是在本節目今天裡頭 你們花了太多時間 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這個絕對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在到昨天為止 我們講朱立倫沒有問題 雖然還有人閒言閒語 講朱立倫經語盤算 他說他很公開 說他鬆聲 我覺得不能這個樣子 朱立倫沒有問題 這三個人有問題 一個是王金平 一個是主席 還有一個是韓國瑜對不對 所以昨天媒體問到王金平 他說人家說你是擋住 這卡韓德那塊石頭 卡韓大將軍 他說沒有 他引用我你知道嗎 他說沈大佬說我不是 因為我有韓國瑜 周邊的人的消息 韓國瑜要做總統 是絕無疑問的 但是他心中我說 那是反了王金平 他說沒有 那是反了主席 吳哥毅 對 這是千真萬確 韓國瑜非常接近的 他接近到什麼程度 僅次於李嘉芬的人 告訴我 吳敦毅是韓國瑜 心中也是一塊小石頭 今天石頭拿掉了 所以今天石頭拿掉了 所以剩下王金平跟誰 跟韓國瑜 跟韓國瑜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把討論的重點 集中在這兩個人 國民黨要想說王金平得罪得起 得罪不起 剛剛唐議員就講 沒關係 他的羞羊 他到達的知難而退就算了 是這樣嗎 我覺得王金平一再講 一再講 講得很硬 講得這麼硬 如果後來又翻了 那不跟李靖怡剛才講 賴清德一樣 可以這樣翻嗎 大家都跟著你忙了好幾個月 你能翻嗎 對不對 他一再講說 他一再講說 我照黨的規矩走 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徵招 金平如果說不幫你刷 這是國民黨不樂見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回來以後 他對我再聽你講話 你也講一下好了 他是我的老學弟 他一向對我不錯的 我說話他都有在聽 而且你不要亂引用就好 我覺得韓國瑜從美國回來以後 要有登記的準備 我跟你講 又要登記了 我跟你講 好好登記 照出選制度做是最沒問題的 重點是現在根本沒有出選辦法 兩個黨都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說 到最後大家都出來出去 到最後出選辦法出來以後 去登記的只有王金平一個人 那個主席已經說他不進去了 可是朱立倫可以登記 如果照出選辦法的話 朱立倫可以登記 要不要什麼卡 什麼防栓條款 什麼要條款 所以我覺得你兩個可能性都要有 但是你說徵召 徵召真的你要讓王金平院長 心服口服工 這樣講起來才有得利 我認了 我沒有那個名字 心名這句可能講得不中 我覺得這個只有兩條路 非常簡單 只有兩條路 我覺得主席 你怎麼想得那麼複雜 我搞不懂 你參金兵都參與說整個 對不對 整個說四點鐘 沒有結果出來說 是的 我快要四點鐘 院長不放棄 這也是一個結論 所以現在吳敦義要 一直去拜訪王金平 我跟你講 要不然主席如果這選不敢做 你授錢我 我來找他 好 漂亮 對不對 沈大老當密使 去勸退王金平 就有補充一下 大老講的 我都有認真聽 可是大老我的看法 跟您有一點不太一樣 你永遠跟我不一樣 對 我跟大老報告 因為大老講不可以浪費時間 我精簡跟大家講 第一個 國民黨可能沒有初選 民進黨和國民黨 可能都沒有初選 所以根本不會有什麼 王金平登記了 韓國瑜沒登記怎麼辦 因為王金平連去找登記的桌子 他都找不到 因為根本可能國民黨 就沒有初選 國民黨的初選辦法 還沒有貼在黨中央一樓的 中山廳外面 所以就沒有我非得要 趙石層走的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吳敦義從頭到尾 就跟您剛剛瞭解 也不太一樣 吳敦義從頭到尾 參選意願都不高 是他身邊的人 意願比他更高 所以話一直沒有講 但今天他在中常會 已經確認講以後 接下來就是吳敦義 跟王金平的問題 就是吳敦義如何勸退王金平 有可能能勸退 但極可能不能 我覺得不能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王院長他要玩到底 這個時候就只好壯士斷丸 沒有辦法 就是可能讓王金平跟王粉 抱怨也好 不滿也好 國民黨就不辦初選 等到時間到了 那個時間不用很快 可能甚至也不一定要他回來 又立刻 最後的結果就是徵召韓國瑜 今天吳敦義宣布不選 我所解讀的背後意義就是這樣 我決定要當造王者 身上插刀沒關係 讓王院長的壓力更大 王院長當然就是 小英一開始講說我不習退黨 就是輕英的人 或是根本不知道誰講的 那個也是要給賴清德壓力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選舉 兩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極可能根本沒有初選 而國民黨這邊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 已經確定就是 由吳敦義來處理這個狀況 然後王院長他願意合作 非常開心 就可能現在目前的人 朱立倫 基本上他根本不會 去想說要登記 或是喊說登記他在哪裡 他就是配合黨裝往下走就對了 所以國民黨現在看到 民進黨公佈了一個初選辦法之後 惹出這麼多的麻煩 他們的辦法就一直不要公佈 還好還沒公佈 還好還沒公佈 對啊 還沒公佈 沒有桌子 無法登記 就這個狀況一直拖到 把韓國瑜徵召出來就結束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應該學到 民進黨的教訓 不要隨隨便便 就把初選辦法給公佈了 然後有人就跳出來 登記了 後面就會有很多的麻煩 要不要延後 要不要取消才會來 我們就自己承認 我們沒有像民進黨 這麼樣子的民主好不好 我們是很務實的 在野黨要找最強的人 對啦 要去找最強的人 我們來大陡 恭喜你 跟好 這些 formul